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太多了 反而就有可能就是造成一个恐怖平衡 所以你要找这个说可以做多可以搭顺风车的 注意了就是要小于5%以下 还有空间还有肉的 对已经有买了一些些了 代表大家看好有研究过的 也不是那种养小鬼的模式 但是又有加码空间 那当然现行上面最好就是呈现了多头趋势然后刚突破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大涨一段 它也随时可以反手的获利下车 那有些其实他们在买 如果说你有层层套牢压力的 那其实当然它也不会那么积极的去拉抬 因为拉抬有时候 除了可能会面临散户的解套 那有时候还会本于是帮同业来抬轿 变成是互相的多撒多 互相有绩效的竞争压力 对所以那种顺着多头趋势的现行 其实大家一起来参与做多的这种可能性会更高 那最后就是 以现在这个时间点9月第三季 然后面是第四季 那么有一些产业是正要步入旺季 有些已经差不多到高峰 所以我们还要配合就是说 最好它的基本面是刚要发酵 或者说步入旺季 那后面才会有进一步的利多 不断地释放出来激励股价 那这边我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说以最近这几天 我们观察到投信 比较积极在做买超的一些标的 从9月份以来 不管是买超的张数或金额 明显比较多的 那同时搭配持股比率 还没有超过5%的 包含像台达电 包含像微星 PCB的钛顶 还有锂电池的星浦 然后瓶盖骨的真顶 那我们再往下看到下一页的部分 还有一项 也是瓶盖骨的美绿 那还有一项 像这个质血骨的百合 那也是瓶盖骨的康控 那另外锂电池的加百率 跟瓶盖骨的文贸 首先从刚刚这一份清单当中 我这样念过去的族群 其实大家一直听到就是 可能有PCB 可能有瓶盖骨 那另外有看到就是说 包含像锂电池 所以代表就是说 似乎在这边 投信它的一个买超 它还是有着重在 某些特定的族群 那很明显就是瓶盖骨 因为其实八九月份开始 其实很多营收都是往上 这个大幅度的跳升 那另外来说的话 如果要用几档个股 来看这种所谓的 类似教学的例子 我们看9938百合 那大家其实看一下 为什么说要找这种 刚买然后刚涨 然后后面提起才会发酵 你会发现到 如果在九月之前 几乎这档股票 并不在投信的口袋名单之中 但是九月份以来 它是积极的买进 那现行其实打出了两只脚 有点类似就是一个 W的形态之后 突破颈线 那最近其实也顺利的 把短中长期的均线 全部收复回来了 所以这种股票 配合就是国际的大厂 然后这个Nike的股价 也是强势的偏多 那就有机会带动国内 运动上面 不管是说制鞋或者说仿制 那尤其是这个制鞋 或者是说鞋财相关的个股 其实真的都已经 沉寂了好一段时间 那另外我们看像这个 3323加百域 也是类似这种情况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 复合式的底型 突破颈线之后 开始出现N字型的攻击 那投信也是在九月份 开始进场 那3105的稳帽 这个是兼具了 平盖跟5G的题材 那先前其实下跌的时候 爆了一个大量 不过因为这一波 其实在整个营收开始好转 加上外资看多的状况之下 跳空收复了之前 大量K线的高点 所以看起来 也有点逆转的味道 那至于说要小心就是 如果法人反手结账的一些个股 尤其在最近的盘势 比较不稳定的状况之下 那投信也有可能会把一些个股 这个先做获利了结 甚至停损 那达到持盈保态的效果 所以这边要留意一些 先前比较热门的股票 最近投信如果是有转为卖超的 比如说像杰利 邦特 智源 祥硕 细创 要特别留意一下 投信的持股都在比较高的水位之下 而且在9月份以来 看起来都不是那么积极的偏多操作 甚至有明显的卖超 那另外还有像加联益 信仓店 和生堂 中宏 大成钢 那你可以发现到 这里卖超的个股当中 有一些是电子股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像船长或原物量 大成钢卖蛮多的 卖蛮多的 那我想因为大成钢 它要现金增资 所以其实股价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压力 那中宏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技术线性 其实也是有一点前面很强 不过大概就是受到最近 资金悄悄板的排挤效应 所以有一些传商股 投信看起来是有点顺势 先把获利放口袋 所以其实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紧盯投信的持股变化 好 从这个口诀 刚买 刚涨 刚发酵 掌握到这个口诀 是不是能够抓到投信 具有爆发力的个股 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要继续掌握 不要以为贵买的小心股 只有投信 只有内资在买 就连外资也买很多 他们买什么 我们稍后继续追踪 非常更多的 谢谢您 欢迎订阅 谢谢您 欢迎订阅 谢谢您 谢谢您 感谢观看